真危險 台一線方寮南下路段 路中央横著鐵皮跟電線 還好有它 大雨之中 這名男子一手用竹竿把電線撐高 一手不斷指揮車輛赶緊通過 原來下午三點多 方寮刮起大風 鐵皮屋頂被缺先掉落路面 還好屋主的朋友在場立刻協助 屋主有人的熱心 讓大風雨中的交通不打結 但受颱風影響的 還有平額公路6.5公里到9公里处 路邊的水管破裂不斷噴出水 但土石流卻是從邊坡滑落到路面 把整個車道站滿 公路總局趕緊派來重行機具清理 那現在就說先緊急的先掉落車道 完成之後我們現在下一步就是 用GG7清除我們道路上的平凡 邊坡土石滑落 至少造成兩處交通受阻 但就怕清完了雨下還會有土石流 因此公路總局將持續戒備 以確保交通順暢 在新聞屏東縱府報導